今天要上的东西 就看一看就好了 叫做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 然后呢就是我们 排放了一些 不好的东西到空气当中 改变了空气的成分 造成一些伤害 这个状况我们称之为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 OK 好 那空气污染的来源 谁让我造成空气污染 有包括我们的工厂 还有包括汽车 台湾的主要空气污染源 就是我们汽车所排放出来的废气 然后呢 还有人口的制造的 因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 然后烧煤烧石油 也会是一个产生空气污染的地方 所以那个石化工业的地方 空气污染会比较严重 那有哪一些空气污染的脏东西物质 好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平常的 但是如果氧气不足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它有毒 会造成你的死亡 造成你的死亡 OK 那流氧化物 寒流烧出来有流氧化物 然后一个所谓的氮氧化物 我们讲过 但不容易反应 可是高温的引擎 可以作用产生氮氧化物 那这两个 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 就会造成空气污染 是空气污染物质 被人的身体有害 同时它会形成酸雨 会形成酸雨 所以这两个 本身就会有一些问题 本身就是脏东西 会造成你的身体一些状况 然后它溶于水 会形成酸雨 酸雨就会有其他的危害 所以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呢 会形成酸雨 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 会再讲一次它 会再教一次 它形成酸雨 酸雨是什么东西 就要再说 OK 这要空气 污染的危害 同时呢 还有所谓的乌烟障 其实真的没有烧干净的唯粒 唯粒 然后造成了天空雾茫茫的 你们可能有学过那个 因果啊 一个时间啊 空气很张啊 灰蒙蒙的状况 OK 就是这个东西 这些悬浮的唯粒 等一下会有个悬浮唯粒是重点 那我再提一下就好了 好 那这PSI 现在这个我在这个教材里面忘了改 因为现在已经改了不叫PSI了 改成叫AQI 就是空气品质指标 然后呢 有空气品质指标 已经不叫PSI了 反正意思就是监测空气的品质 然后它监测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下面AQI是结合我们的PM2.5 所以这里面多监测一个PM2.5 PM2.5就是所谓的悬浮唯粒 2.5只是大小 这里主要 这里讲的是所谓的PM10 它会比较特例更小的 危害更大 更严重的 好吧 那些东西的数字 那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监测这些东西 这边也有五样东西 然后再加一个PM2.5就是六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的浓度就减一个数字 就有六个数字 六个数字 你最大的那个数字 就是你的AQI 那就是你的PSI 那么台湾有这两个特别标算 就是台湾主要的空气污染源 孤独的意思是原谱为例跟臭氧 台湾主要的空气污染物质 就是这两样东西 然后呢 那这样就会 就得到很多的不同的副指标 有六个数字 最大呢就称为我的AQI 在这里等于PSI 然后就这个叫表格 这个还是基本上还差不多 50以下叫良好 100以上叫不良 那一般老师考试考这个 可是这个是实倍型的 所以呢 基本上会考 不会这样子考说 50以下良好 100以上不良 他会用别的方法来问 OK 这样记一下就好了 50以下良好 100以上不良 给到空气 品质的状况 那么我们怎样让他空气 不要那么脏呢 怎样控制污染源 然后改善我们的控制污染状况呢 使用氙气油 减少氙污染 然后呢 我们煤炭先拖流 煤炭拖流之后烧出来就比较不会有硫氧化物 最后是把我们某些有害的成本拿掉 我们的无氙气油跟拖流 就是把我们成本中有害的东西先拿掉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污染状况 然后呢 或者是改用别的 替代性能源 所以我们说我们推展过一阵子 所谓的瓦斯计程车 就是因为瓦斯 烧涮 就是被化碳跟水 比较没有比较脏东西 然后 那就是要做检查 这个以后你有买车你就知道了 你的汽车或机车就要定期做检查 确保你排气呢 这个废气呢 是符合我们的环保的标准 然后呢 要严格管制我们的工厂 工厂也是重要的污染来源 再来就是 想办法不要让坏东西进到空气当中 比如说 烟囱有所谓的静电提升器 会把那个渣渣都吸走 渣渣 屋面上一间间 唯一就不会跑到空气中 比如说汽车装触媒转换器 那就可以使排放出来的气体呢 会变得比较干净 这就是有关于一些空气管的部分 平常有考的就是那个以前的PSI 但是呢 那也很小 看看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各位介绍 空气管的部分 OK